虽然疫情未歇 但我们与新南乡伙伴国家交流的热情丝毫不减 很高兴看到预算论坛如其举办 欢迎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台湾位于亚太地区与新南乡国家是生命共同体 疫情让我们更紧密合作 期待透过预算论坛就如何控制疫情 以及复苏经济有进一步的交流 新南乡工作是政府经贸外交重要的一环 其他国家也非常重视与新南乡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例如美国的印太战略 韩国的新南方政策 欧盟也与该区域国家 如新加坡、越南签订贸易协定 受到美中贸易摩擦以及疫情的影响 美、日、韩等国家的企业 逐渐将部分的供应链 从中国大陆移转到越南、印度等等 建立备源基地 新南向政策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政策 我国自2016年起就积极推动 掌握地缘发展趋势及经贸发展的新潮流 除了创造互利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台湾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新南海之外 也协助台商海外布局 扩大深厚我国产业的整体能量 经济部将持续从产业合作 投资、贸易等三管齐下 全方位推动新南向工作 透过产业论坛 依照当地制造业发展程度及市场的规模 筛选、筛选对接的产业 输出智慧解决方案等等 促进双方的产业链接 另外举办台湾形象展 串联数位商机 提升台湾产品形象 并且展现我国的软实力 此外将持续协助推动 与新南向国家洽签双边的投资协定 强化台商的宝藏 并协助国内中小企业 与当地台商网络串接 形成区域的产业网络 除了经济发展 我们也重视环境及永续 台湾积极推动离安风电 并且与澳洲就清能 与印度就电动车等展开合作 未来希望能与更多新南向国家 就静零碳盘以及再生能源交流 新南向政策推行这五年来 拉近了台湾与周边国家 及民间的信任与伙伴关系 我们期盼国际疫情及早获得控制 各国经济与人民生活得以恢复正常 也期待本次论坛讨论与交流 为我们新南向工作注入更多动能 并开启更多合作契机 新南向工作方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